台南市私立中学的一名美术科老师 上课的时候因为学生顶嘴不服管教 他居然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发飙 狂欧这名男同学又打又踹的 整个过程都被其他学生拿手机拍下来放在网路上 看过的网友都直呼 老师真的失控了 抓狂的老师在全班同学的面前上演全舞行 先是用脚猛踹把男同学逼到墙角之后 接着拿起铁夹通欧 这样还不够又随手抓起一旁的手提袋 不停地朝着学生的头挥舞 让这名被打的学生被吓得只能不停伸手阻挡 其他的同学将整段过程拍下来 抛在网路上立刻引起许多家长的不满 他到那个地方进来是画老师的画像 当然那个画像又把老师挫画 所以老师在那个时刻 就是说就比较克制不住 这名调皮的学生因为上课不专心 被老师教到前面 却还是不愿意乖乖上课 在座位上画老师的画像甚至顶嘴 这下子让男老师顿时情绪失控 动手打人 老师在当天就也是打电话到家长 跟家长致歉 那家长也是很客气 是说是他小孩的问题 虽然学生家长决定不再追究 不过再怎么调皮的学生 用这样的管教方式也实在太夸张 别说被打的学生 恐怕其他在教室内的其他同学 也都被老师这样的举动给吓坏了